游车尾停乱停乱放的现象不仅让交警局同志觉得处理难度大 老百姓对此也是深恶痛绝 当然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最近有人尾停被交警锁车后 竟然换上备胎继续上路 连交警都说服 这车友如果不是一位行家出生 那就一定是一位老司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最近柳州市12319接到很多市民朋友的投诉 市民反映柳宫大道汽车贸易员一带 汽车乱停乱放的现象严重 于是交警就直接出动 采取锁车的方式进行整治 一名围停车主竟然卸下被锁轮胎 换上备胎 自己开车去处理罚款 当处理完毕罚款 交警叔叔要去锁车现场帮他去开锁 没想到小伙伴说 轮子卸了 放尾箱搭过来的 交警直接愣住 这行为还是第一次遇见 据悉 这些违装战道车辆不仅被锁车 还贴有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证据 登记保存通知书字样的单据 目的就是让车主不能煽动车子 并起到杀衣紧摆的作用 鉴于该车主换轮胎后第一时间去处理罚款 交警就没有追究 但是如果是恶意逃避罚款 将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当然无独有偶 这种投诉到交警部门 让交警来处理的现象还挺文明的 很多时候有些暴躁的市民朋友 忍无可忍直接就自己处理 记得之前有奥迪车乱停 车胎被人插了几十把螺丝刀 也有给乱停车辆插两把大斧头的恐怖事件 更毛躁的直接开车去中围停的车都有 虽然这些行为小编都不提倡 但是希望经常围停的车主引起重视 你乱停乱放的习惯虽然方便了自己 但是这种行为却让别人深恶痛绝 因此为了城市的秩序和大家的方便 请车主朋友们务必文明停车 按你要求停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